2021桃园花彩节的活动 今年以平镇展区 Hello平镇野球去为主题 设计的各种图腾花海 提供给民众拍照打卡 而今年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 花朵还没有完全阵放 预计还要再过几天 花朵才会盛开得更加美丽 2021桃园花彩节在大西雨平镇登场 其中平镇场在建安宫附近的农田展开 以Hello平镇野球去为主题 打造一区又一区的美丽花田 首先一进入活动场地 可以看到主题棒球 坐落在波斯局的花海中 而色彩缤纷如万花筒般的花田景致 也让游客忙着捕捉角度 拍下最美的画面 还有这占地1.5公顷 比人还高的巨型向日葵迷宫 让民众藏身在花田中 与向日葵相见欢 这边这个向日葵比较盛开 那边的波斯局就比较少一点 还是要抓一点角度 但是整体来讲还不错 还不错 看起来是还蛮漂亮的 有些花还没开 对因为他们是说 好像是明后天才正式那个而已 今天是让人家先参观 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 10月初原规台风过后 都是属于偏干的天气 延缓绿肥生长 所以目前花朵还未完全盛开 但是只要再过个几天 花朵就会开得很美 许多的图腾也会陆续展现 我们过去平正的花海 我们都是以树大辨识美来展现 那今年我们改变的风格 我们做图腾的那个展示 那今年测试效果还算不错 我们的图腾都有出来 那个图案都有出来 那表示这个花彩是成功的 桃园花彩节11月6号到28号盛大展开 平正场这周优先亮相 农业局举办有IG美照大赛 还有搭配振兴五配券的桃园好事券 可以现场使用 请民众参观前先查阅官网 搭配各项活动 能够让您玩得更加的精心 感谢观看